所以你要問台海 東海 南海 是全球火藥庫 這火藥庫是誰製造的 是誰營造這樣的氛圍的 誰營造這樣的氣氛的 當然就是美國搞的 所以美國有一位 專門研究修習底德陷阱 修習底德陷阱的 專門研究的教授 葛拉罕艾利森 他就說過 他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他說 台灣會是中美兩強 萬一發生衝突悲劇的定時炸彈 但是悲哀的是 綠毒領導人對艾利森教授 他的警告 他衝而不聞 因為他覺得 這樣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好 所以你看這報紙 蔡英文說 要台灣的軍隊 會加強三軍聯合作戰的能量 大家看一下 這份報紙 大家看一下 蔡英文要求 提升三軍聯合作戰的能量 那 更誇張的我們來看看 更誇張的 我們的 台灣的一些立委租公啊 當然都是綠毒的一些立委啊 綠毒的一些立委 幾乎 增編國防預算之GDP3 到GDP3 GDP 3等於 足足要提高多少 足足要提高軍事預算 百分之二十七到百分之到百分之三十八 等於是要提高三分之一的額度的比例啊 所以這一點 啊 我們推論啊 日本德國 半推半救 一半可以說是自虐狂 讓自己成為美國的禁聯 台灣則是自己送上門 自動人為刀除我為魚肉 你看看嘛 這是立委 提議的嘛 那不是美國來逼你 逼你增加嘛 當然後面有沒有美國那隻手 我們不知道 但是總而言之 從報紙的報導 來看的話是立委疾呼嘛 不是拜登疾呼嘛 啊攝影大哥 所以大家看看 這是立委疾呼啊 不是拜登疾呼啊 不是美國強迫啊 是你自動自發 所以我們繼續看 所以當年啊 希特勒他的軍隊 攻進法國的時候 希特勒啊 他接受 希特勒他接受拜 拜登啊 不是拜登啊 被當元帥 啊當時法國非常有名的 一位軍事將領 他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 所以 戰爭的時候 他是領袖 被當 不是被擔啊 被當元帥 被當元帥他代表法國投降 法國答應了一個條件 德軍佔領法國期間一切軍隊的開銷 由法國 全部由法國來付 由法國來出錢 就是德國佔領法國 軍軍隊佔領 法國的一切開銷 由法國付 戰敗 戰敗國就是那麼慘 那希特勒他是以戰勝國 征服者的一個姿態 要求法國出錢 花錢消災 可以說是 道歉 割地 賠款 古今中外 其實勝利者都是這樣的邏輯 各位看台灣3月3號的報導 3月3號 大家看看 台灣3月3號的報導 要加倍抗中 美國要建立第一島鏈的打擊網 大家看 這個我畫線的這個內文 可能是比較細一點 那就是說 美軍印太司令啊 遞交運這個 預算報告 就是為了錢 其實美軍是為了錢嘛 爭取預算 他們預計在2027年年底 為了太平洋 威懾 創意啊 就是他們要提倡 要投入 就是美軍的建議 要投入273億美金 相當於台幣7790億 用來所謂幹什麼 完善 抗中的 相關的設施跟費用 所以明年優先啊 明年優先啊 美國要明年 明年度要優先在關島部署 陸基的神盾 系統 要花費46億美金台幣 等於就是146億美金 就差不多1300億以上的 這個新台幣 那美軍在跟他們的政府 伸手要錢 這是要預算 那看台灣的媒體 為了配合美國的大外宣 在台灣搞大內宣 反而 讓大家看到他們的真正意圖 目的 你看3月11號 3月11號的報紙 3月11號 他又強調 要部署長城火力 陸工武器 重點來了 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一個什麼呢 台灣的立委反應很快 配合度太好 不就是這樣嗎 互相配合嗎 跟老美 可以說是 隔海唱雙簧 相互揮映 而且是無縫接軌 立委呼應 真編國防預算3% 各位 各位知道台灣現在的軍事預算是 GDP的2.16%到2.36%之間 就算 2.36% 增加到3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說明年或者是未來來年要把軍費 提高27%以上 你把3除以 你把3除以2.36就可以得出這個答案 所以 美國吵來吵去 就是逼台灣出錢嘛 這個邏輯跟當年 法國戰敗了 這個邏輯跟當年啊 法國戰敗了 這個德國 納粹德國希特勒跟 貝當元帥要錢 要負擔 駐法 佔領軍的所有的費用是一個邏輯 所以各位都知道李敖啊 他早在2005年 他就罵台灣執政者 當看門狗 還掏錢買骨頭 這實在是太賤了 這是當時 李敖的一個批判 我認為他的批判非常有道理啊 各位朋友 所以美國的目的 不但是要台灣 買這個月的狗糧 而且 他們希望最好把未來的10年 20年 30年的狗糧一次買足 堆成一座 狗骨頭山 或者是狗糧山 看報紙 其實就是發揮聯想力 合理的懷疑 然後用證據是這去證明你的懷疑 你的懷疑的正確性 所以蔡英文說話 蔡英文說話 蔡英文說 要 提高 要提高 我們三軍的 三軍的作戰的能量啊 我覺得打一個嘴炮 他打一個嘴炮 他說要提升三軍聯合作戰的能量 他只不過是打一個嘴炮 但是我們納稅人又倒楣了 我們的口袋 掏的錢又拿去 搞一些莫名其妙的 我最近看 聯合報有一個報導 就是 他一直在系列報導 就是台北有很多老舊的公寓啊 尤其是住在五樓 最頂樓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比如說全身癱瘓 或者是需要看病 還有人把他背下來 為什麼我們台灣讓我們的人民那麼辛苦 但是美國跟我們開口要錢就是幾百億幾千億的送 打水漂 美國請客 美國請客台灣買單 這不是這不是非常荒謬的事情嗎 6天之後另外一個報紙他的消息是說 台灣準備 台灣準備啊 建構所謂的高空防禦系統 我看看 高空防禦系統 這是 我們另外一家有報他的報導 那上面的標題是 大陸換新式東風導彈威脅第二島鏈 威脅第二島鏈 第二島鏈跟我們台灣什麼事啊 所以他說台美聯合防空交流升級 這個新聞即便我不是軍事武器專家 我是外航外航在外航 我看了也覺得很離譜啊 大家看這個這個報紙 我畫線啊畫了一些綠色的線條啊 請攝影大哥你take take可以清楚一點 我這個綠色線條裡面說東風100 等彈道飛彈威脅並非針對台灣 而是關島等美國戰略目標 國防部做此宣誓等同證實 將與美軍就 高高空 彈道 這個飛彈的防禦進行合作 還有我畫一個星號的地方 朝野立委對此項 這個對此項這個預算 有出國的預算有意見 就是出國去考察 但是我比較好奇 這套所謂的高高空 高高空防禦 防禦網 誰付錢 各位 會不會有這個疑問呢 到底誰付錢 看這一段什麼堅固台灣本土防衛 與美軍前進飛彈防禦 我非常好奇 台灣一下 掏錢買 買的狗糧買的骨頭 是買給自己 我們買武器是自己用 可是以後還要掏錢給美國 他要防衛系統的時候 我們好像還要掏錢的感覺 我不知道到底真相是如何 我只不過我看了這個報紙 我的感受是這樣子 難道台灣 真的變成 法國的被當元帥 那個圍棋傀儡政府 連外國的佔領軍來這邊佔領 我們還要幫他出錢 謝謝他來佔領 所以再看3月16號台灣 這份台灣報紙 3月16號的這份報紙 就是 潛艦國照 潛艦國照 最後一項紅區設備 拜登政府批准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非常大的 所謂台灣的這個 一個非常好的政績 在民進黨的角度 這還叫國照嗎 所謂的紅區裝備 潛艦的主要裝備 比如說 好大家看 什麼戰鬥系統啦 柴油阻機啦 潛望鏡啦 魚雷管啦 這些都要跟美國或者是外國來購買 先要取得 美國的輸出區 輸出許可 但是現在美國拜登政府 批准了 政府批准了 可以買了 好笑的是 我們說 潛艦國照 可是從這個報導我們看這個圖嘛 一看 很好笑嘛 這個潛艦除了一個 船的殼子 船的空殼子以外 五臟六腑 重要的基建 都是要向外採購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呢 我不知道這個真相到底是如何 都不會製造五臟六腑 造個空殼子 然後昭告天下說是 潛艦國照 他敢講我真的不敢聽 就是一場笑話